來吧,來吧,來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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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Hello,大家好,大家都聽到嗎? 好,好,謝謝 大家好,我是佳佳,現在是馬士堡村邦的一位朋友 我身邊是Bekky,她是馬士堡村第三代村民 今天很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個 由粉嶺北、農村及居民聯席去召開的記者招待會 相信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到,政府現在就有一個計劃 在新界東北三個地方,粉嶺北、古洞北、平石打鼓嶺 是一個很大型的新市鎮 其實這個計劃最初是99年董建華提出的環保城 後來變成2007年曾蔭權港的十大基建其中之一 時至今日,政府現在先推出第三階段的諮詢 但一直以來,很多時候民間社會都沒有聽過這個計劃 然後政府為何要搞這個發展呢? 現在在6月最新推出的文件就說 以前原先是因為人頭增長,現在就變成因為要跟深圳融合 其實我們粉嶺北有四條非原居民的農村 我們這裡的土地主要是由原居民地主擁有 譬如馬市埔這邊就是姓鄧、姓彭 四湖新村就是姓彭的 然後天平山村就是上水姓廖的,原居民擁有 我們很多村民都是大概是1940、1940、1950年代 由南潘順、廣東省沿岸的地方就來到香港這裡 開始在這裡耕種,慢慢去建立家園 生小朋友,繼續種菜去養活他們的家庭 一直都好好的,直至什麼時候呢? 就是1999年,政府第一次提出要發展這個新發展區 因為土地很多時候,農民只是租戶 政府一宣布發展,其實就吸引了很多很多地產商 不斷在村那裡向原居民收購土地 然後將住在上面幾十年的村民,慢慢一個一個趕走 現在我們四條村都大概加上有400至500戶街坊 我們現在都一起聯繫起來了 甚至政府這種粗暴,不知道為誰發展而搞的發展 我們就不想再壓引下去 於是我們就成立了一個品麥德農村及居民聯席 今天都很想透過這個記者招待會去 我們都有很多民間團體一起去聲援,去支持 想和政府和香港市民說 我們不要這種區域融合的地產發展 我們認為香港的地產發展需要什麼呢? 不是更多的樓宇,而是農地 而是香港有本土農業 我是這樣養來養去的文件,就是政府6月中最新推出 其實最受影響的就是北區的居民 但區內其實是拿不到這份文件的 最近要去到沙田,然後最遠去到北角 而全港只有這兩個地方可以拿這份文件 所以當然我們想說的就是政府從來都沒有認真 真的想去諮詢民意 那它不做的事就是由我們去做 其實都說回一點點背景 政府在6月初推出了這個計劃 原先剛剛講到的就是 它原先是公私合營的方式去搞這個新市鎮 公私合營對於地產商來說就是什麼呢? 就是只要它收了土地,它不需要經過公開鏡頭 如果當時政府規劃批了農地轉住宅之後 它就可以跟地政總署關門 然後說怎樣?保地價這樣夠嗎? 之後就可以起樓賺很多錢了 這就是政府一直以來拋出給地產商的原景 也這次推進了地產商 馬子埔村是恆基地產 石湖新村是新世界 天平山村是新鴻基 三大地產商不斷在三條村收購農地 就是港洲村民 然後它現在梁振英上台之前就說 我們收到很多意見 現在我們就放棄公私合營了 我們用回傳統方式 由政府統一去收地招標各樣的行動 這一個是會牽涉大概400億的公帑去收購農地 我們現在就品兩筆四條村 馬子埔村、石湖新村、天平山村、苦地窯村 團結一致 我們成立了一份兩筆川及居民聯席 而今天我們也有很多在場很關注社會公義 泳族發展和本土農業的團體和朋友 一起去共同抗議政府這個不公義的律政式規劃 我們將會以最溫柔的激烈抗爭去重造農民的土地 同時去捍衛香港人的領才 而我們稍後去做民間的在地資訊法寶 亦都有一個我們自己做的規劃圖 其實怎樣才是一個為香港做的永續規劃 不是要建更多的樓宇 而是保留現在香港有的農地 我們稍後都會一起去發販這個 或者我先將時間交給我們今天各位活發言的朋友 第一部份我們先有兩位村民 請Betty 好 今天我們有兩位來自石湖新村和虎利奧村的街坊 他們都是在發展受影響的地區裏 石湖新村就是馬子埔旁邊的一條農村 今天坐在我旁邊的是可白 他就住在石湖新村很多年 今天我就讓他講一下他怎樣看這個發展 我住在石湖新村有30年 很多了 我對於石湖新村就是那個環境 我比10歲的情況很合適 石湖新村的環境 現在政府又說要收我們這裏做發展大岩頭 就要將我們石湖新村的居民 全部要趕走 你知道我們建立一個家園要由一步一步建立上去 很辛苦才能夠造成一個家 他們說不然間你們要將我們這個家搬走了 即是逆真如主你們的高官 如果你們這樣的情況我搬走你的家 你有甚麼感受呢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感受就不是不太好 是吧 好像這幅發展大岩頭這樣說得很美麗 很美麗好吃 但你很美麗於中 對於我們的居民有甚麼好處呢 一點好處都沒有嘛 只用你們地產商的好處 現在我們要求政府給我們有個選擇權 我們居住在這裏做香港居民一定要有我們的選擇權 這個情況我呢就要不遷不拆 我愛我的家 我們的口號一定要不遷不拆 不遷不拆 不遷不拆這樣的情況 我說是這麼多 謝謝好白 接著就有來自虎地咬村的街湯 他是明哥 我呢我來自虎地咬村的 為甚麼呢 本來以前我又不知道為甚麼叫官商勾結 現在呢我已經親身自己經歷等了 為甚麼呢我們虎地咬村呢 本來一個有魚塘 有村民耕耕田的 然後有些地產商呢 看一棟上水粉兩樓的那個駕駛學院的地 沒有找些走的那個駕駛學院 唯有呢 就叫我們虎地咬村 養磅 就是剷我們那條村走 要政府的設施搬過我們那裏 我們要求呢 要求政府就不要剷我們那條村 那條村有魚塘啦 有農田啦 有些幾十歲的阿婆 即六十多歲的阿婆在加強田的 如果你叫他上樓 他就不上樓梯 又不上樓梯 就是叫他上樓梯 叫他提早他賣下樓 提早他賣下樓 給那些阿公阿婆在那裡耕田 給他自給自足 就不用拿政府的購債 咦 阿滴呢 嗨 阿滴 我是今天代表土地正義聯盟 那簡單想提出幾個想法 第一個就是希望大家 來聲鼓的朋友或者記者 都去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香港呢 有很多呢 我們叫做非原居民的農業的群體呢 在近這十幾年呢 是受到很大的困難 他們的困難呢 主要是來自 因為他們不是地主 所以當地主覺得土地有好的發展 或者政府要把城市化擴張的時候 都會犧牲他們的 如果大家揭開這個 由政府出的這些刊物呢 你會看到呢 雖然好像剛才阿佳佳說的 好像售樓書 但其實它都是一本不吸引的售樓書來的 因為它看到那些預想圖呢 其實我們已經見得很多了 我們已經在天水圍 馬鞍山 張君澳 東涌 這些九十年代之後 發展起來的新市鎮呢 其實都是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發展起來的新市鎮 那些的弊病呢 其實大家已經是講了很多年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理由呢 還是政府以為 扔這些這樣的 這麼粗疏 這麼不考慮當區的狀況的一些規劃呢 就好像可以在社會裏面 就是橫掃 並且拿著它來 就去對村民呢 加以迫遷 但是呢 那個問題就是呢 其實我們都很不了解新界 所以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政府就算被一個很爛的橙 我們被一個好像類似 天水圍的新市鎮我們呢 我們都覺得好像我們沒有新的選擇 我們覺得好像我們就是要接受這件事 我覺得呢 今時今日呢 我們終於不用這樣了 為什麼不用這樣呢 就是我們有另一份東西 我們有這個聯席 給我們一個新的想法 這個地方呢 馬史布這個地方呢 我們幾年前已經在這裡 一路看著它去改變了 那個改變就是說 本來這裡呢 是地產商在這裡 慢慢去逼遷 然後將農地荒廢 令到它變成一個很 不好的環境 但是呢 在幾年前呢 開始有人希望 令到它重新有一個 不同的面貌 而這個面貌呢 大家見到 待會會走一走 它是給了我們一個新的想法的 就是農地 農業 鄉村 和秘倫的城市 到底可不可以有一個 良性一點的合作 令到大家都好的一個發展呢 而不是這一種 城市就是 永遠都是主導 跟著就好像一個 食鬼一樣 周圍去吃光 那些農地 吃光那些鄉村 逼遷的這種思維 如果 它不能夠在這個地方去實現的話呢 我覺得我們將會 是 看到一個 我們沒有辦法去承受的一個損失 多謝大家 多謝 希望大家真是去繼續 給心機 有請綠色和平的代表 林小姐 臉小姐 臉小姐 不好意思 其實 我們在看政府的 一份售流書 好像很理想 但今天來到這裡 看到有不同的 村民 看到這麼多不同的村民代表 甚至一些非原居民村的代表 他們來到 其實我們都很懷疑 政府又提出 他說的公眾參與 他在一個諮詢 不同的諮詢階段 他把這些字很漂亮的拋出來 說我們又向居民諮詢 又向不同的利益持份者 去做一個 問他們的意見 但今天來到這裡 我們看到有這麼多的村民 是有四條不同的村民 出來跟他們說 我們不喜歡政府拋出來的 這一種發展模式 到底當初政府在諮詢的時候 他們做過些什麼呢 是否只是等過這份文件 而這些村民代表 其實他們有沒有諮詢過呢 你索取這份文件的地點 其實是這麼偏遠的時候 和整個諮詢模式是這麼短 你這麼設立一個平台 給公眾參與的時候 這一種諮詢 其實不是只是做出來 給香港人看到 嘩 政府有諮詢過 但實際諮詢情況是怎樣 還有做不做到 它應該有的效果 其實都是 我們會覺得很疑惑 到底政府在做什麼 是否只是拋出一些 發展的數據 那就可以用它的發展模式 來將一些住在土地 住在他們要發展的地區上面的人 就這樣說出來 分別就是有中大農業發展組 學聯兼中大學生會 學聯兼靈大 和理工大學院社會科學系會的代表 我們現在請他們發展 我是來自中大農業發展組 中大農業發展組 就是一個以中大為基地 希望可以支援 保留發展香港農業的一個學生團體 那說起農業 無論是中大入面 或者是香港的主流社會 論述都是 你種一塊田賣的菜 一年賺的錢可能都不夠 你炒一間房賺的錢 但是農業是否只是得錢這件事呢 所以我們發展到的希望 政府可以停一停 不要再將香港的農地拿去炒賣 肆意去鋪石屎 起樓 想一想 想一下我們香港 未來的發展是否需要農業 想一想我們香港未來 有農業的時候 我們是否可以吃多些本地的好菜 是否可以 用少些堆田區 用少些墳化路 是否可以 保育到我們的生態呢 多謝各位 好 各位傳媒朋友你們好 我是中大學生會會長楊正賢 那今天我們和幾位學聯的朋友 分別來自這個理大 浸大 和領大還有中大的同學 一起去支持這個村民 那我們就見到 政府就經常說 很關注我們青年人 這個居住的問題 房屋短缺的問題 而在馬斯堡這裡 政府正正是用房屋短缺 用土地短缺的原因 去政立它在這裡規劃 去發展新界北這個 新市鎮的一個原因 但我見到 這個只是一個借口 為什麼呢 因為香港政府其實從來都沒有去公佈過 究竟它有多少的土地儲備 在國區究竟有多少成餘的土地 它也都沒有去公佈過 究竟其實房屋短缺的程度去到哪裏 土地短缺的程度去到哪裏 但我們見到 民間有很多學者其實都做的研究 就說香港的土地其實是足夠 在市區裏面有很多未利用的土地 而發展商它所團職的土地 甚至是多過這個政府的土地儲備 因此我們見到政府只是用這個借口 它不是去 這個不是逼土地短缺 並不是一個問題的徵結 而解決方法也都不是去發展這個新界的土地 去建立一些新的市集 它只是一個借口來的 它為的就是要擴展這個地產霸權的魔爪 去到香港的每一個地方 我們見到在近期 例如將軍路 我們會說將軍路是無界的 原因就是將軍路全部給這個商場 是只有商場無小販的一個地方 我們見到天水圍是只有白街 而不會有這個小商店 政府一方面是提倡這個綠色生活 是提倡這個可持續發展 而我們見到馬斯堡村 以及新界北一些很多的村莊 正正就是一個人際網絡已經非常成熟 一個能夠自給自足 一個能夠可持續發展的社區 正正就是政府說要提倡那樣東西 但政府它就是要將這個社區去摧毀 然後去引入一些大的商家 好 我是嶺南大學的學生會的學務副會長 以及學聯的成員 其實都不是第一次來這裡的 之前因為都是收地的原因 我和幾個嶺南同學在Facebook 看到很緊急的 就立即走堂 就搭了的士過來 一起去支持這個村民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因為我們慢慢都發覺 其實這些事情是沒有什麼人理會 其實在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底下 最受歡迎的就是一些商業 市場養管理、會計、BBA等的科目 農業這件事是慢慢受到忽略 其實我們是沒有這個意識 以及更加是沒有去想過 為什麼我們要怎樣發展 以及根本沒有去想過發展這件事 以及一些資源分配的問題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發展的硬道理之下 我們是沒有辦法和沒有選擇 只能夠去一些商場 去一些連鎖店去消費 游走在中間 其實這些是壟斷性的入侵 是令到我們的生活由上而下 然後鋪天蓋地地控制著我們的生活 我們是沒有其他的選擇 我們在碩士森林裡生活了這麼多年 其實越來越看不到土地本身的價值是什麼 其實土地本身的價值可以 當然是農間 然後去生產一些農作物 去研製一些有機的農作物 然後可以在城市那裡回收一些廚餘 回到這裡去處理 然後我們在這裡去舉辦一些農區 是為一個城市人去舉辦一些沒有領會 或者沒有一些大商場入的農區 大家可以來這裡去買一些本地生產的農作物 其實這是一個生態循環的發展 農地也是很多人的根 也居住了很多年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居住的選擇 以及選擇自己的生活模式 作為學生 其實受了十多年的教育 都是給一些資本主義的概念 去不停去管輸 力真上游 這些主流價值 希望大家都會關注一些被迫遷 被忽略這些人 以及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看到近幾年 在蔡元村 紫田村 現在四條村都是一一被迫遷 我們都看到很多民間的運動 以及村民一起聯結起來 其實連結真的很重要 連結了去抗爭不一定是有用 但是不連結了一定沒有用 大家好 我是來自香港理工大學 應用社會科學系會的代表 我們是一班讀社工 以及社會政策的學生 我們之前 其實社會都有叫做一個團 叫同學一起走馬士步 其實大家走完都會覺得 其實這裡是一個 以前一直都不發覺有的一個地方 就算是住在附近的同學 都不知道原來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其實想帶出來的就是 原來一個農地也好 一些耕種的地方 其實是可以跟城市共存的 但是為什麼現在走的方向 就是一定需要不要這些農地 不要這個方向 而只是發展城市呢 什麼是城市規劃呢 什麼是城市的發展呢 為什麼政府的眼光 為什麼不可以再放軟一些 又或者再闊一些 而只是集中和收窄在一些 最簡單的金融那邊的發展呢 這個方向我覺得 作為一個讀政策的同學 是需要去想更加多的 就是現在香港的發展方向太單一了 我們整個城市的面貌是一模一樣 不會有什麼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一定要走出來去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是有第二個選擇的 大家一起去思考去想一下 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 謝謝 各位傳媒 各位街坊 我們有幾位的朋友 最近開始在籌組一個新的組織 去看整個反應筆 應該這麼說整個新界東北的發展策略 究竟除了反應筆這方面的發展之外 有沒有其他問題我們需要針對呢 我們最近都在談很多不同的方向 北謀而合 過去我們都跟馬師傅 或者馬寶寶的朋友有很多的交流 當我們看回整份的發展 也看過去兩次的諮詢裡 拿到的資料 政府其實當時想做這個發展 針對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人口增加 第二個就是配合邊境的工業發展 河套區和連塘兩個關口的工業發展 但我們當時看回現在的資料 我們看回2011年過去一個人口統計 的人口的數字大約是70萬 而我們根據過去15年的人口增長的比率 每一年大約是0.6% 我用這個比率去估算 去到2030年其實我們的人口大約800萬 和政府最初去推出這個發展計劃 840萬的估算有一個相當大的距離 而究竟我們何時才去到840萬呢 是大約去到2040年 根據這個速度才去到840萬 這個令到我們開始想 究竟我們是否這麼急於現在就要做這個發展呢 我們正正面對很多的資源問題 很多的工作呢 無論是市區全港很多的工作都要做 是否急於要用這筆資源去發展 新界東北或者品領北這個計劃呢 這個第一點我們想看的 第二個呢就是在古洞北和平邪打古嶺呢 其實它主要的兩個 除了人口興建公屋之外呢 另一個功能呢就是興建一些工業的地帶 去配合兩個的新的工業區呢去發展 但是我們同時間都看回呢 其實在周邊在新界東北的周邊呢 包括了粉嶺的安樂村啦 上水的劍橋廣場這個工業村啦 元朗工業村啦 和大埔工業村啦 其實還有很多的土地呢 各運用可以用得更加好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這些幾個工業村看呢 其實它的流程很矮 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前的設計呢 是給一些重工業或者一些物流的工業去做 現在正正是政府的發展 是打算做一些特別的產業啦 可能是一些科研的產業啦 我們是想就是究竟會不會在那些工業地帶呢 可以提高的效率呢 提高的流程 令到本來已經發展的工業地帶 是用得更加好 而不需要貿貿然將一些土地再發展 正正這兩個的考慮呢 我們其中一些的想法就是 第一政府其中一個想法就是 可以將整個這個計劃呢 是將它推後十年 在十年之後配合人口增長的速度呢 才拿出來再看 這是否一個可能的方法呢 第二呢就是 剛才說了 重建一些工業樓呢 令到它的效率更加高啦 另外呢 我們有一點就是很多時候 現在面對就是公屋邊緣化 將我們很多公屋居民搬到很多不同的偏遠地方 其所謂一個啦 粉嶺北將來都會是的 粉嶺北將來有很多公屋在裏 有五萬多人口 不過製餘機遇只有六千個 那你會面對情況就是沒有事做啦 跟著拿中援啦 或者呢 透過立法會的同事呢 就是給一些膠樽 鼓勵一些人出去做事啦 那這是很荒謬的 是浪費我們納稅人的資源 在做這些工作 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話呢 其實應該留在粉嶺北的工作 我們最近都跟一些地區做有機農業的朋友談 我們有想法拋出去給他們看 就是如果將粉嶺北的規劃 變成一個高增值有機農莊 有沒有可能呢 即無論是一個正面地方 或者很多不同的人在耕種 其實有可能會在各路看 現在全港只有六十二公頃的有機農莊 如果在粉嶺北 將其中五十公頃變成有機農莊的話 是不是可以呢 其實是可以的 同時間也都好像馬寶寶的做法 將我們的廚餘回收 生產出來的肥料可以在那裡融入 我不想不重複了 因為剛才很多朋友講 綠色生活 要保護農業 環保 永續發展 這些其實都是核心價值 我想 就算政府的收納書都不會不同意 甚至鼓吹這些口號 那麽問題是 其實現在這些土地是一盤生意 那麽問題是 這些土地是否剛好在生意的計劃裏面 如果是的話 那就很不幸 這些口號呢 就會是 仍然停留在口號 但是就會在這些口號底下 我們會消費了這些土地 包括了土地上面的所有東西 然後就去有利這個 就是所謂整個的生意的發展 那這個整件事究竟誰是贏家 誰是輸家 大家是很清楚 在綠色生活 在永續發展 在環保 在不要廚園 不要堆填區的口號底下 我們就 都仍然需要發展這些地方 然後就 我們運用我們的權力和財富 因為我們的法律是保障業主的 那有錢的可以用各種方法買地收地 政府甚至也可以用土修條例去拿地 然後以業主的身份 是可以將土地上面的所有東西消費 完全去變埋扭曲 或者是做任何的用途 只要在規劃上面 政府和這個發展商是互相合作的話 其實無往而不利 那所以整件事根本就是權力和財富 有權的運用它的權和財富 去繼續消費我們這些土地 我們這種生活 我想 接下來的其實是要 第一 我們市民是要醒覺 剛才很多我們的學生都講了他們的關注 但是接下來在技術上 我們怎樣在法律上 在政治的角力上面 我們怎樣去和政府和這些大地產商去咬首瓜 令到我們的發展可以保障在這些土地上面的居民 和他們的生活 以至到我們這種生活和這種農業的發展 是對整個香港所有市民都是一種福祉 首先我對農業、農村、農民 是完全沒有研究的 所以我在這方面不想講意見 其實無論是農民、農業、農村、貧民、貧窮社區 或者是弱勢社群 其實都是在這個錢權交易的過程中聯手犧牲的一群 他們的遭遇可能不同 你在鬧市裏面的半間房的人被人趕走 其實都很慘 是一樣的 當我們說起高設引起了蔡元寸的居民的反抗之後 其實現在我們更加快些 就是將接近深圳的土地非常快速的商品化 即是說本身它會變成賣得很貴的商品出賣 這個當然賀兔和前凱已經是連堂全部都有 其實這個已經有了很久 只不過就是這三大政策裏面一個魚波 我覺得 所以我會覺得大家應該除了只講農村如何好 你一定是要講回現在這個特區政府那個圈地政策 是會影響所有人 我不是反對大家講農業農村農民 但是如果你這樣講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怎樣去搞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 我覺得整個關鍵是有權的人 將土地當是期貨的商品 任何人農民也好 這個鄉民也好 全部都會受害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些的 我覺得整個將來爭取的方向 我覺得這樣是好些的 請人民力量陳志全 曼必 麻煩 幾年前蔡元村的問題 香港政府所搞的所謂諮詢會 所謂的一些收集民意公聽會 無論在政制發展好 無論在土地規劃好 城鄉規劃好 老實講 真是假諮詢 最好你不知道他搞了他搞了 跟著他就整盤規劃拿出來 就說他已經諮詢了市民 但是那個政府是沒有吸收過經驗 在蔡元村搞了這麼多風風雨出來的時候 他沒有改善過他這些所謂 城鄉發展的規劃的諮詢 我們讀書的時候 這個social planning第一課 都是要教大家 就是要發展一個地方 要尊重那個土地 尊重那個土地的使用者 但是我們香港政府的高官 其實不知道是沒有讀過 還是從來沒有這個心 他是尊重地產商 而是沒有尊重到人民 我對於農村的保育經驗不豐富 但是我都參加過很多保衛家園的運動 譬如美孚的保衛家園運動 當時不開心的地方就是 很多人真的是國家自掃門前雪 是發生到自己家門前才走出來 譬如美孚第八座 有事在屏風樓 第一座的人是不理的 不關他事 但是正面看就是 這班朋友 美孚朋友經過這次的抗爭 他不單是關心自己 其他地方有事他都會走出來 我今天希望就是 受影響的幾條村 我想我們城市人 或者其他鄉村的人都會來幫助大家 但是希望大家醒覺了之後 其他人有事都可以伸出你們援手 都可以關心多些 換起更多人的關心 我很喜歡你們的一個說話 就是最溫柔的激烈抗爭 我們的手段可以很溫柔 我們的思想可以很激烈 只要我們夠人數夠多 其實用最溫柔的方法都可以給到壓力政府 這個特區政府 尤其是新政府 梁振英是一意孤行的 他想到的事情 不適合錯 他認為做 他就一往無前這樣做 你今天請我們來 我們這三個就是候選人 所以請我們來 其實無論有沒有議席都好 一定要懂得議會內外的抗爭 一齊才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我們議會裏面的大多數議員 其實都不關心 不關心這些城坑問題 就算他關心都是後知後覺 不知道做到些甚麼 反而 譬如蔡元春 反而是我們外面那幫年青人 是逼回內面那些 走了很多年的所謂民主派的議員 才開始令這件事炒熱 令到社會上多些人關心 我希望今次我們這個行動 可以換起更多的人關注 無論是城市人 不要等到 推土機去到自己門口 才走出來好嗎 多謝 我是新民主同盟的召集人范國威 最後一位發言我精簡說兩點 因為我們見到新加東北這個發展計劃 影響得到粉嶺北多條村的村民 整個計劃亦都要產平多幅有機耕種的農地 所以到以上我們今天是來到聲援 跟我們之前去到蔡元春去聲援 是受到這種推土式發展的一種模式 政府的規劃 是來表達我們一個的同理心 以及去支援大家 兩點我想說 就是我深信這次這個規劃 其實跟我們很多香港人一樣 是受到香港這種 政府不是以人為本的土地規劃 城市建設我們都是受害者 好像剛才綠色和平那位代表一樣 我都是住在將軍澳 那種高度受到發展商壟斷 這個公共空間 社區發展 無街之城 睡房之城 這種規劃的受害者 我們走出街 就必然是要經過一些商場 逼你去消費的情況之下 你才跟著要搭公共交通工具 走去上班 每日如是 而這種規劃我並不希望 看得到在北區這裏 是要再一個的翻版 第二就是 今次粉飲北 鄉民受到的影響 農民受到的影響 亦都涉及到香港 即是未來那個的發展 你會看得到 政府要在這裏興建 即是再一些的新市鎮發展 沿用過往一些 我們認為是過時的 城市規劃模式之餘的話 在社區本土經濟的發展 其實都是會造就了另外一些 我們見完全是迎合了 這個深圳南來的 一些自由行消費 那種這樣的模式 香港有多個的旅遊區 已經是成為了 我們13億人口祖國的一個名店街 我們是否願意 政府在城市規劃上面 並非是以人為本師的話 也都再一次 不是以香港人的根本利益 為優先的考慮 去做這個城市規劃 去做這個經濟發展 香港的經濟發展 已經是非常之單一化 即是強調這個金融 在旅遊發展那裏 現在一面倒地 傾向這個毫無限制的 一種自由行的發展的話 我們認為都是不健康的 第二點我想說 就是在保留這個有機農業 這種發展的話 我認為是絕對是應該支持 除了是令到香港的產業多元化 令到從食物安全的角度 令到我們減少環境的污染 縮短一些運輸的途徑的情況之下 是保障我們的環境的 不如大家一邊聽過來 我們又請黎先生 開始趕著先 來吧 後一點 後一點 行不行 不告訴別人看 我還未到位 走過來 打算你霸妝的 很好 大家知道我不喜歡 好了 1 2 3 我愛我的家 白妹華 永遭世我保留你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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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我的家 白妹華 永遭香港保留你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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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